大家好,欢迎来到森林图书馆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是 红色的小兔子 小兔子妈妈是森林小镇里一只温柔体贴的兔子 居民们都很喜欢它 一天它生下了一只特别的小兔子宝宝 它的身体颜色竟然是红色的 这让小兔子妈妈简直吓坏了 因为它从来没见过红色的兔子宝宝 它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时间感到困惑和担忧 小红兔子长得和其他兔子不太一样 不仅身体是纤红色的连格性也和其他兔子不一样 小红兔子非常活泼好动总是快乐的跳跃着 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看伙的精神 它总是想着要去探险去看看世界的美丽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 然而其他兔子对小红兔子的不同颜色和行为态度感到困惑和不满 他们经常取消小红兔子 嘲笑它是个奇怪的兔子 不像它们一样白色或灰色 有时候小红兔子会因为被排挤而感到难过和孤单 但它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快乐和坚强 小红兔子妈妈看中儿子受到情绪新鲜憤慨 它甚至每个生物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无论外貌和个性如何不同 它决定和小红兔子谈谈 告诉它关于平等和自由的重要性 一天小兔妈妈带着小红兔坐在一片绿草地上 它轻轻地对小红兔子说 宝宝我知道你觉得有时候自己和其他兔子不太一样 但每个生物都是独特的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外貌和个性并不决定一个生物的价值 每个生物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不要让敌人的看法影响你又相信自己是特别的 拥抱自己的不同之处 小红兔子听了妈妈的话 也终闪住希望的光芒 它深深明白妈妈的爱和支持 并且明白自己不需要因为不同而自卑或退化 从那天起小红兔开始更加自信和勇敢地面对外界的挑战 有一天森林里发生了一场大火 混间燃起了熊熊烈焰吞噬着父母和草丛 其他兔子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 而小红兔子却挺身而出 它利用自己的红色身体 在火场中引领对其他兔子找到一条安全的通道 成功地带领大家逃出火场保护了大家的安全 其他兔子看出小红兔子勇敢的行为对它改观了 它们意识到红色的外貌并不代表小红兔子的价值 而是它独特的特质和勇气 让它成为了森林里的一位英雄 无论外貌和个性如何不同 每个动物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并且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成为真正的自己 从那以后小红兔子和其他兔子们成为了好朋友 以此之间互相尊重和包容 森林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和平等 每个生物都能够在这片美丽 在自然世界中自由自在的生活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想一想 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被如何对待呢 我们应该如何尊重和接纳不同的存在 请留下你的想法和意见故事结束 亲爱的小朋友们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 请给我们一个赞和订阅 并和朋友们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我们 未来更多精彩的故事了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